这里是有着陆古香后花园美名的财子溪自然生态园区 手边的面包丝成小块扔到河里 就足以吸引酒冰 双连亚等鱼类前来与您亲近 第一个它本身是一个鱼虾保护区 所以来到这边里有的客人都可以在这边养鱼 欣赏鱼 万鱼争食的这种景象 到广兴村来都不会塞车 再来我们这里又要开始准备赏鱼的季节 所以我们这个广兴后花园是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大家来旅游的一个景点 为迎接萤火虫季节 云区里的木栈赏鱼步道 其中132公尺的护兰庄置已运工 要让民众于夜里行走更加畅行无阻 我们最近新申请了一个工程 叫做赏鱼步道护兰工程 那么这个工程最主要的是 让我们到财子溪后花园来的游客们 能够很安心的在天黑的情况下 能够徜徉在这个步道上 来到财子溪自然生态园区 还可以与广兴村内各景点做连接 村长欢迎大家多多前来游玩 我们这边鹿鼓来讲 这边是广兴的车光辽的赫花园 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樱花 还有我们的长远郡步道 还有我们的小半田的几倍桥 还有我们的鹿鼓乡农会的一些 一些的那个它的茶博馆也刚刚开幕 然后很多的一个景点 大家可以来多多来这边玩 我们这边可以来这边喂雨 然后我们有一个步道可以让大家走 然后也不会塞车 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艺远吴瑞芳对财子溪自然生态园区的丰富资源 也相当赞赏 让他小朋友体验或回味 乡村优美的自然风光 陆国险空蜓川帽花园 有一个材料鸣 这就是鱼蝦保护区 这的水也很清澈 这清 旁边两旁装一些茶花桂花 非常漂亮 希望有些可以过来帽花园 也可以来这 假日不想塞车 来财子溪自然生态园区就对了 议长和顺丰也广邀国人 有机会可以来到路骨广兴村 花树、小溪与萤火虫步道 社区长久以来维护的完整生态系 绝对是亲子同游的最佳去处之一 Mission重新移路骨采访报道